今天给大家解说一部日本恐怖电影 二重申 19世纪在欧洲的某间教堂里 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 孩子们看到台上出现了两个老师 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那个刚刚出现的假老师 还没有瞳孔 坦白的双眼显得异常恐怖 过了很久才慢慢正常 如果不看位置 根本就无法分辨出谁真谁假 画面一转来到2013年的日本东京 小忍是一个还没有闯入名堂的小画家 长天都窝在家里 没日没夜的作画 只希望有一天能够得到认可 但不知为何 他的画总是感觉缺点什么 没办法让自己满意 他暗暗发誓 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 必须在事业上有所成功 可事实难料 一个男人的出现彻底的改变了他的生活 高村是刚刚搬过来的新邻居 李洁兴的过来拜访任门 却没想到一来二去的 两人有了感情 没多久就恋爱结婚 搬到了南方家里 高村患有眼睛 生活工作都很不方便 小忍再也没有之前 那么多空闲的时间作画 他更多的是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 买胎做饭说是无责 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生命就是这样 不同的活法有不同的快乐 可改变的不仅仅是这种表面上的东西 还有一些恐怖的存在 正渐渐袭来 去超市购物的时候 他突然被里面的工作人员抓获 说钱是假的 监控里可以清晰的看到 半个小时之前 他才刚刚过来购买东西 花的钱和现在这张钞票上的编号 一模一样 很明显是在恶意使用尾钞 小忍大声的喊着冤枉 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他并不记得自己来过两次超市 但工作人员已经选择报警 探长加纳很快就赶到了这里 只不过他并没有为难小忍 而是把他强行的拽到外面 从身上拿出两张号码相同的钞票 让小忍不要眨眼好好看着 其中一张钞票诡异的消失不见了 紧接着 探长又带着他来的一间别墅 管家已经在此等了多时 提醒小忍去走廊尽头的右手边的房间 那里有人等他 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小忍还是按照对方的指示 推开了那扇房门 里面正坐着两个年轻的男女 他们也好奇的看了过来 这时候房子的主人从身后出现 调侃说难得有些人家住 一开始小忍还以为这里是宗教聚会 下意识的想拒绝 搞房子主人却告诉他 这里是有二重申的聚会 在场的所有人都拥有分身 就比如小忍没有去过两次超市 可超市里的工作人员却见过两个小斩 早在十九世纪 世界各地就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的情况 分身也同样拥有肉体能自主行动 连生影都一模一样 是最完美的复制品 他们拥有本体的记忆 也能留下新的记忆 外人根本就看不出两者的区别 男孩小忍就被自己的分身抢了女友 先一步和对方上床 在座的所有人都身受分身之苦 一点点的不改变生活 加纳是探长 小舍是学生 优美是家庭主妇 他们全都是被房子里的主人找过来的 最早发现分身的人就是他 所以才组织了这个受害者联盟 下一步他们会重点保护小忍 让他随时随地的听从安排 可对小忍来说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他从来没有见过另外一个自己 超市里的监控肯定是出了问题 世界上咱们可能会出现一模一样的人 说着他就走出房间 想要离开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可没想到他刚刚来到大厅 就如愿以偿的见到了另外一个自己 不管是穿着打扮还是样貌气质 都和他没有区别 瞳孔一点点的钻了出来 小忍被吓得连连后退 镜子里就只有一个人影 只可惜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同伴们也全都跑了出来 分身小忍一点点的消失不见 直到此时 他在彻底相信二重申的传说 房子主人没有撒谎 嘱咐有美开车把小忍送了出来 同时也讲述了关于他自己的分身 儿子得了不治之症 为了方便照顾还特意辞去工作 时时刻刻的陪在身边 分身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突然冒出来的 有时候他会以自己的身份 把儿子从医院带走 好几次都差点病发身亡 他也不清楚分身为什么要伤害儿子 能做的就只有尽力守护 还顺便提醒小忍 要关注一下身边最重要的东西 别让分身得手 小忍听后想到了丈夫高村 之前是话 现在是人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高村受到伤害 转过天 探长专程找过来送他一块镜子 说分身没有倒影 这是唯一的辨认方法 小忍有些好奇 探长的分身是怎么回事 想要从本体这里夺走什么 探长的表情也许哀伤 因为分身已经夺取成功 他带警局工作多年 好不容易才等来近身的机会 可分身却突然出现 并打了上级一顿 上级本来就看他很不顺眼 经常会故意找事 有了这次遭遇 分身彻底的断了近身之路 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杀死分身 而分身也随时都躲在暗处司机行动 他的脾气十分残暴 打完上级又开始针对本体身边的朋友 小忍和本体刚刚分开 就遭到了分身的攻击 一拳拳的被打倒之后 还从身上掏出手枪 他已经知道了本体的想法 决定要先下手为强 杀死所有知道二冲身的人们 关键时刻探长的本体冲了出来 及时的救下小忍 不远处使来一辆货车 变得在地上的分身没有躲避 而是死死的看着小忍 露出凶狠的表情 但货车撞上来的时候 瞬间消散 针对这起突发的暴力事件 房子主人紧急召开聚会 除了探长之外 全都赶到别墅 这一次还读出 另外一个神秘的男人 他的眼神十分冰冷 独自坐在角落没有发声 房子主人提出了两个规矩 每次见面 都要用门口的镜子进行检查 确定好彼此的身份 另外就是要背出 全体成员的名字 神秘男也包括在内 他叫加贺 是最早出现分身的成员 对分身的资料 也了解的最为详细 接下来就需要商量一下 该点要对付探长分身 他的残暴 已经危及到大家的生命安全 所有分身都来自于 本体的极端矛盾 探长加纳 一直都在忍耐着 自己的无良上司 目的只为晋升 时间久了 他的内心涌现出 报复杀人的恐怖念头 与表面上的容忍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慢慢的就自称出了 另外一个自己 分身源于怨念和恨意 从内到外 都充斥着残暴的负能量 所以他又发生暴打上司 甚至攻击小忍的行为 所以分身一起出现的物品 只能存在24分钟 就比如小忍分身的那张钞票 另外他蒙发跑得太远 本体半径的1.5公里 就是极限 形势变得越来越糟 探长分身又伤害了 三名警局同事 本体被冤枉成通缉要犯 再这样下去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经过商量 他们决定要杀死分身 只有这样才能平息一切 可到了关键时刻 面对两个长相 一模一样的探长 大家又开始犹豫起来 不知道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房屋主人鼓励小说开枪 让他打死被压在身下的探长 可没想到 他们的选择是错的 小帅打死了探长本体 不过分身也随着 本体的死亡逐渐消散 他的存在只是一股怨念 在场的成员们 全都愣在远地 虽然是房屋主人的决定 可大家也的确是那么想的 不明白 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严重的错误 探长分身在消失前 警告他们要多加小心 其他人的分身 会为自己报仇 从现在开始 双方正是宣战 成员们第一时间 都想到了身边 最重要的东西 小人搬回到了 之前的那间画室 他打算躲在这里画画 就算分身来了 也不能伤到丈夫 尤美送给儿子一块镜片 告诉他 只要见到妈妈 就照着镜子 没有倒影 就是假的妈妈 到时候再想办法 快速逃跑 而小帅 却成了第二位 遭遇攻击的对象 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 他就立刻 给房屋主人打去电话 询问对方 该怎么办才好 可房屋主人 却告诉他 不要反击 什么都别做 虽然不明白 是咋的回事 但任何人面对攻击 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打不过也懂得如何躲地 分身把他压在身上 扔起拳头 而小帅却吓死的 脑袋一偏 让对方直接跌出窗外 虽然他反应明明 用徒手抓住窗边 但小帅也并不好扰 他知道 鼻子间拥有着神奇的感应 便拿起碎玻璃 狠狠的割破手掌 导致分身也同样受伤 失去力量 从楼上跌落下去 画成一团黑影 消失的无影无踪 另一边 医院里也出现了优美的分身 当他拽着儿子 想躲下来的时候 儿子却一把将他推开 说他不是妈妈 他刚刚已经运进的 做过实验 里面没有倒影 优美听后仿佛想到了什么 呆呆的扔在原地 这时候 另一个自己也出进房间 去看望儿子 原来他才是假的分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本体 产生了强烈的矛盾 儿子根本就没有 至于好的机会 看着他每天都那么痛苦 还不如把他杀死 一了百了 可这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心里又出现了保护他的念头 在这种一反一正的反差当中 诞生了优美的分身 本体是结束痛苦 分身是保护儿子 所以说他才是假的那个 幸存下来的这几个人 悄悄的在私下会面 他们认为房屋主任存在问题 他并不是想要阻止攻击 而是推波助澜 探长的死亡也肯定与他有关 明知那是本体 还故意开枪 而且没有人见过他的分身 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需要好好地调查清楚 就在这时 另一个小帅也冲了过来 他二话不说直接开打 把刚刚还在聊天的小帅打倒在地 尤美趁机不备 用铁棍打伤了他的后背 结果这两人先后受伤 就说明发起攻击的才是本体 只有本体受伤 分身才会跟着出现伤痕 与他们一起聚会商量的是个冒牌货 见两人又重新打在一起 尤美和小者立刻转直逃离 他们不想再参与其中 可没想到在半路上 会遇见另外一个尤美 他也和刚刚的小帅一样 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 目的只为保护儿子 死的是尤美本体 小人急匆匆地返回家里 看着镜子里的倒影 产生怀疑 他不知道自己是真是假 别墅里的成员越来越少 小人质问房主 是不是要故意杀死探长 房主没有否认 探长的分身太危险了 他逼在事态变得严重之前 就进行管控 目的只为保护大家 随后 神秘娜又带着小人 来到一家疗养院 这里由房主的家族经营管理 十年前 他跟一个名叫小百合的女人相遇 并在此结婚 可没想到 这个结婚对象 是疗养院里的 一位女性患者的分身 当本体发现这件事情之后 因为承受不了内心的打击 而跳楼自杀 本体死亡 分身也会彻底消失 从那时开始 房主便创立组织 保护拥有二重生的人们 不受伤害 他和神秘娜 都是组织里的普通人 没有分身 之所以会揭晓谜底 就是让小人明白 他们没有恶意 不管是本体还是分身 都应该受到保护 小人仿佛想到了什么 好也不会他跑出墓地 可不一会儿 又走过来了另外一个小人 他好奇的询问 神秘男是谁 这两人是第一次见面 叶树里有两个房间 右手边的是分身者机会 左手边的是本体者机会 分身可以通过镜子 看到自己的倒影 别人无法看到 而本体却可以让任何人看到 神秘者只会待在分身者的房间里面 房主让他们抱住性命 是为了进行区分 认识神秘男的都是分身 小人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他产生了画画还是成家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念头 同时之中出现的小人 基本上都是分身 本体还是喜欢画画 大多数时间都留在了工作室里 可是他的绘画技巧 却始终没有突破 获奖的这幅作品 反倒是接纹后的分身画的 原因非常简单 有时候人需要走出去才能有重大改变 至于分身和本体该如何选择 就是人者见人 知者见智了 比如小帅 他们已经打算统一阵线 共同生活 首先要做的就是杀死房主 没有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 另一边 小人的分身和本体也再次相见 他们两个很有意思 分身既有事业又有家庭 过得比本体还要幸福 但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甘愿消失 让本体好好地陪伴丈夫 继续以后的生活 可本体根本就不认识那个男人 而且他一心想要发展事业 咱们可能会改变自己 最后他和房主的本体妻子一样 选择自杀 排在丈夫身边的分身小人 也顺理成章地消失不见了 但这部影片还涉及了第二半结局 本体的死亡 没有影响到分身的命运 原因是他怀孕了 新生命的孕育 让他游戏电视 和丈夫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电影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